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放长 进一步称赞如来 广修共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等等 佛教就是希望我们保持动机正念 因为在这个世界很困难 你时时时刻刻被周遭的环境在影响着 但是为了累积之良 我们要利用这个环境的变化 来转念 转为菩提心 把贪心转为菩提心 把称慧转为慈悲心 把愚痴转成智慧 你不能被外境所转 你还要把它倒过来转过来 所以叫转障碍 转烦恼为菩提 转障碍为修道 那各位要一直练习 当然一般人不喜欢面对痛苦 我儿子生病了 我老公被车撞着了 我钱被倒了 你心里就乱掉了 为什么会乱掉 因为执着 本来他就有他的因缘所生法 要随缘 但是我们主宰他 这个叫诸法有我 我希望他不要变 不能接受诸行无常 我希望他永恒存在 把这些不干净的 不永恒的 苦的 当作是生命的快乐 想要在这个世间 追求这个永恒的 常乐无尽 那事实上是 不可能的 所以 透过外在的不断的 无常变化 你反而容易 达到你修行 的空性和悲心 所以没有障碍 你就 没办法去修行 所以佛陀才会说 在五卓二世能够清静一天 超过极乐世界百年 在五卓二世能够出家 清静一天 超过佛陀在世 五百年的出家功德 所以 但是我们现在 一个事实告诉我们 我们就生在一个 一个末法乱世的时代 那 当然很多人 祈求赶快去极乐世界 就能够离开这个乱象 当然这个愿 是对的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 我们不能 只追求 自己的平静 菩萨道目的是在利益众生 如果你只想到自己的平静 快乐 那你又 回大象小 等于退 退失的大称 而回到二称的 自立的修行 当然讲到自立 绝对不是有钱叫自立 健康叫自立 佛陀所讲的自立 是 生死轮回的停止 内心的寂静的状态 念一下 涅槃寂静 所以各位对这个佛所讲的三法印 乃至四法印 各位要经常背 然后去看待世间的 你会体悟佛法 念一下 诸行无常 有寿皆苦 诸法无我 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 如果我们来修学佛法 一直想要去改变 我是希望他永远健康 永远发财 永远赚钱 那你就被卡住了 卡住了以后 你可能心态就不安定 久了以后 精神会出问题 因为你强迫 一定要得到那个 所以这个强迫症 也是强烈的我子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不能接受变化 所以很多年轻人 我也碰过很多 大学读到博士 他们爸爸妈妈 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爸爸妈妈非常虔诚的 一个信徒 爸爸也想要出家 妈妈呢 是一个老师 也非常虔诚 他们想说 把小孩子学校毕业了 他们两个就要 各自去出家了 结果小孩子在读博士班 快毕业的时候 谈恋爱 结果被那个女孩子抛弃 抛弃以后 这个小孩子就 精神出问题了 那现在两个老人 每天都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这个小孩子 对别人 还客客气气的 但是呢 看到他爸爸妈妈 就发神经 就骂 两个老人很痛苦 那现在也出不了家了 所以 跟他们当初的计划 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他当初 能够接受这个变化 那还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一个既定的 我把小孩子培养长大 他能够成家 然后我们去出家 那这个不是出家的定义 出家 就是因为体悟变化 而不是说 在我小孩平安 我再去出家 小孩不平安 我就出家也不安定 那没办法 所以各位这个诸行无常 有寿皆苦 不管你感受到什么 他都是无常无我 他当然苦了 诸法无我 你完全没办法去主宰 因为他是无知性的 不永恒的 不能单独存在的 那各位要24小时跟自己讲 然后你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白来了 这个世间让我们觉悟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拥有一个最圆满的生命 转轮圣王 未来帝王 向好庄严 他的父母 他的妻小 全国人都很爱护他 而且又最帅 最漂亮 最聪明 最有力的 他是这样视线的 最后 他出家 因为 在圆满 就像希导座太子跟他的爸爸说 爸爸 你有资格把我生下来 你可以不要让我老病死亡 而接受这种爱别离的种种痛苦吗 他父亲说 没办法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你好好做你的皇帝吧 未来 即使行乐比较重要吧 但是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 消极的 不负责任的 做法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会去思维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 我这样讲的目的是 各位 虽然我们 发起菩提心 受菩萨戒 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 但是首先 你要有一个 接受无常变化的出离心 你现在人在这边 受保管灾戒 菩萨戒 你家里发生火灾 你所爱的人 发生一个很剧烈的变化 你马上说 师父我要回家了 有时候我比较稳定 比如说我妈妈 被送到医院 我心里马上想 她可能会死亡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那我就更精进的发愿修行 好在现在有电话 我可以用影像 请旁边的人 让我妈妈看到 我在关心她 但是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 很平静 但是我要很积极的 去为她 去感恩 去发愿 这是我该做的 我现在坐飞机 马上跑回去 对她没有实际的帮助 但是一颗心 就像各位已经相信 回向的功德 一颗一种观心 一种悲心 佛菩萨的价值 对她有帮助 老师说 你我爸爸往生 我都没有在身边 因为我爸爸是在北部 我那时候刚好往南部 在台湾 那时候我一直考虑 我大哥也会说 爸爸大概不行了 那我往南部 我那时候想 我南部有几场大法会 放生 严共 八观灾 如果我更努力 我的爸爸一定会认同我 所以在我爸爸 还会讲话的时候 我用电话跟他说 爸爸 我为你精进努力 我爸爸就笑笑 我哥哥说 他笑笑 所以我很精进 而且到我爸爸 离命中五分钟 我还跟他讲电话 他说好 好 然后五分钟以后 他就 视线涅槃 但是我内心里面 要保持平静 精进 当然有些信徒会说 师父你应该回去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 但是 这么多人 这么多众生 这才是我爸爸的福报 我应该很努力的 为他精进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也希望各位做 去思维 自己面对死亡 变化 现在你手上拿一万块 计划要做什么 那你要倒着想 逆思维 这一万块被偷了 不见了 那你怎么做 你能平静吗 你不能到那个时候 再来发飙 诸法随缘 他有他的因缘的 但是你还保持在 涅槃极净的心态 我讲这个 只是告诉我 佛教的两个重点 你讲 保护自己 再来 保护众生 就是说不要让你自己痛苦 佛教的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追求快乐 请各位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说 他生病好了 他投资安定了 那我就安定了 那这个不是佛教 那你永远会很痛苦 保护自己 是让自己 能够对外境的变化 身体的老化 死亡 很平静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或许今天晚上 你能够试试看吧 一个一个来 同情室的一个 先躺在那边 盖个往生背 我们旁边帮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好好想一想 或许你会哭 或许你很平静 或许你没有当真 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去思维 所以最好的方法 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 每天晚上睡觉 就是要死了 要这样想 那我要放下 世间所有的 所以有一句话 不要带着烦恼的背包 上床睡觉 明天又继续背着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能留到明天 今天就要用空性 金刚般若 把这个烦恼 文殊菩萨的智慧剑 给它斩除掉 因为我要睡觉 当然还有人都说 晚上睡觉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到 看到鬼 鬼也是虚幻的 有鬼的心 才会怕鬼 如果你转成 我说我妈你背面后 你观想那个鬼变观音菩萨 你还感谢那个鬼来帮助你 因为它让你保持正念 然后它也得度了 因为你要我妈你背面后 转成自己是观音的化身 有观音的心 有观音的声音 它也会转成 我妈你背面后的身口音 这就是佛教我们的 也就是说各位 刚刚念甘露诗诗 招请一大堆来 招请干嘛 让他转化 如何转化 因为你心转化了 你心平静了 保护自己 你才可以转化对方 所以这个观念 佛多靠说我们 不要让自己痛苦 所以你要懂得 转化自己 不要让自己烦恼 贪嗔痴 你会很痛苦 那这个是修学佛法的 一个基本保护 出离心 那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有欲望 脾气不好 会烦恼 会有种种的问题 那你一定要对这个 对峙它 站在解脱道 你要对峙它 当然你可以有念佛 诵经词咒 来对峙它 那你除了 你对峙自己的过程 你才能够去对峙别人 帮助别人 我过去胃痛 那我怎么看医生呢 我怎么面对呢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经验给你 所以做一个菩萨 为什么要众生无边是缘度 因为所有众生都有痛苦 众生就是众死 那所有众生的生死 来自于烦恼 烦恼无尽是缘断 所以你对众生 要有关心的悲心 你对断烦恼 要有断烦恼的智慧 所以法门无量 试验学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断除八万四千种烦恼 八万四千种众生的 离苦得乐的法门 那为了要圆满这些法门 所以一定要成佛 佛道无上 试愿成 因为你不成佛你就不圆满 所以所谓叫小秤跟大秤 小秤关心的是个人的解脱 大秤关心的是所有众生的解脱 特别各位这一次瘦洛菩萨界 那各位从今天开始 你要随缘关心 你家里隔壁有人在吵架 你家里隔壁有个小孩子精神有问题 你家里隔壁有一个太太先生有外遇 你家里隔壁有一个老人在生病 有学校有医院 那你不能说以我无关 就像各位这一次到马来西亚来 很多不遗忘的地方 你要把马来西亚 以及马来西亚所有的人跟友情 放在你心里面 你成为马来西亚的人 这一次你投胎在马来西亚了 明天就是一个来世 你回到你的家乡是一个来世 但是不要忘了母亲 不要忘了这边的众生 你要把它放在心里 当你在念变识咒的时候 念奥曼的变识咒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边 以及这边的所有百姓 我想过几天我们要离开了 今天十三 明天十四 十五要结营 十六要去兰卡位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请问河旁边的那些众生会不会哭啊 你要这样想 那个树神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你要这样想 心系的众生 要跟他连在一起 你不能说 我回家找老公 我早就忘了这边 我回家看儿子 我早就忘了这边 那你就不是在修菩提心 菩提心是不舍弃 不舍离众生 我讲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虽然他是修大乘佛教 他关心的是我身体好不好 我睡饱了没有 我什么时候有没有钱 他从来不会去想别人众生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想别人跟众生的事情 你不会开波勒智慧 波勒智慧 跟解脱道的偏空是两回事 解脱道的偏空是我没有贪嗔痴 波勒智慧是 马来人怎么办 华人怎么办 今天我们大陆在纪念 来 法会功德 回家南京大出杀 所有死亡者 受苦者 找得离苦得乐 但愿世界 无有战争 无有伤害 所以刚刚我查了一下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亡的人数超过八千一百万 八千一百万 各位把它写个数字 放在你的欧玛尼北美后 每天为他念 八千一百万不可能超度的 但是你要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的人数一千五百万 但是在我看到的四季屠杀 特别我们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屠杀是太平天国时间 四点三亿的人 这个战乱结束了 中国的人口只剩下二点三亿 所以死了两亿人 死了两亿人 那各位我这样讲 你就会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以前就知道我银行还多少钱 我堕胎有几个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打开你的眼睛 可以上网 那是目的是为了这个 那如何去关心他 所以安死之乱 安死之乱 在西元755年 到五年间 在我们中国 死了三千五百万人 因为了各种的屠杀 所以还有一个比较痛苦的 1862年离现在比较近了 到1873年 中国陕西甘肃 我们汉族跟回族之间的冲突 屠杀了一千万人 那我刚刚还特别 请我们占心的是说 那多少人没超度啊 他说很难 因为只要有仇恨就没办法超度 很难 因为这个对立 仇恨还在 那超度必须放下 而且这种事情还会 再去别的地方投胎 或是做什么 都还在对立的状态 所以我想 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关心了 1231年蒙古军屠杀四川人 一千两百三十五万人 再来法徽功德 回想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各种战争屠杀 各种伤害 所有死亡人等 找得离谱得乐 各位 把这个记在心里面 这个叫立他的执着 不要一直想自己的父母祖先 但是以对父母祖先的方法 去想的其他众生的苦 所以 我的父亲是得癌症时的 所以我要关心的是 所有得癌症的人跟动物 自从我们养了动物才知道 哇 动物也会得癌症 而且吃的药都跟我们人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那天我们战日法师也跟我讲 他现在才知道 哇 水牛脚碰了一个洞 没有问题 他自己会进到水里面 就没有细菌 骆驼 骆驼脚脚不小心碰了一个洞 他不会 骆驼不会去舔 也不会 然后慢慢就 隔天就长虫 大概三天 整只脚就长虫 然后就废掉了 所以他 要求管理人员 每天都要拿个 这个 消毒剂 只要看到 骆驼 有脚的 特别是黄牛 他也不会进水 一定要一直喷 追着他喷 他说他就喷他 骆驼还踢他一脚的 还喷 他这么多牛怎么办 就眼睁睁的 要看他死亡 所以他最近都没来 他说师父 我决定先 这几天 你理解我 我要睡在护身员 我要亲自带着这个员工 亲自的来帮助他们 我说我随起你 因为你这个大背心 永不退转 来 法会功德 我像战日法师 所有照顾护身员的人员 所有受伤的动物 所有护身员内 死亡的动物 早得离苦得乐 所以我想各位 要这么做 就像你开公司 开一个公司 开两个公司 你就会压力很大 很烦 因为你必须关心他 但是学佛 就是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你要保持在空性 你要知道如幻如化 一切都是虚幻的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痛 你会发疯的 你受不了的 所以为了要利益重生 刚刚教各位念 大背心善师如目重 发起菩提心 用菩提吉他 目的巴大亚明 实践六波罗密 再来要回归空性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云 大家要来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撒波 你要随时如此 你要保持这个战备的状态 所以我刚刚这个念法 你要怎么念都没关系 只是我告诉各位 只要我一上台 我就是先这样齐情 当然我会念 默默地念很多咒语 因为我有去得到灌顶的咒语 加持力 对我有恩的这些 长老法师 上师 绝光长老 真华长老 他们这些老和尚 疼惜的我们 他永远不会舍弃我们 我们在这边坐着 老和尚在净土还在笑 如此可教也 所以菩萨散护持 那些诸佛菩萨 都会护持这些 愿意一教奉行的人 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齐情 我的师父 发愿去弥勒内院 真华长老 发愿去极乐世界 绝光长老 发愿去净土 但是不管他在哪里 我要永远回向给他 希望祖师大德 早一点成佛 回向娑婆 所以孟参长老 跟我的缘也很深 所以像网络上 传了很多不一样的舍利子 反正不用传 反正长老本身就是舍利子 智慧圆满 悲心圆满 给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有一次孟参长老 我最记得 拉着我的手 海涛法师 有机会找到好的上师 传长寿法 长寿灌顶 你一定要参加 我已经参加十次了 我一教奉行 长老说他去美国参加一次 本来他只能活到75岁 现在加了20多岁 所以这种长寿法的修辞 有他的加持 我认为谁都可以 只要你发菩提心 你愿意去祈求对方长寿无病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重点是那个动机 动机 有这个动机再加上佛力的加持 而且修长寿法 会做很多供养 我到缅甸南传佛教也去修了一次长寿法 他们修得更圆满 在我头上摆三个大竹子 挂了很多黄金珠宝 三个竹子有各种不一样的 有热量有能量的食物 然后汇集在你的头顶 加上一个白色的绳子绑在你身上 那旁边的出家人就啪啪-, 一直在念巴利文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东西你就知道 你会长寿了 因为地上都是黄金珠宝 最好吃的包括榴莲 全部汇集在你的头上 巴巴巴巴巴巴跟你念 参加的人也拉一条小线 同享功德 为了这个事情我念完以后 我请是缅甸的老和尚会打坐 我说我这一次去修 多了几岁 他跟我说六岁 六岁 然后我就问 现场参加的人两岁 互相随喜 那我去参加五次不是三十岁 而且修完以后那些东西又好吃 很有规矩的 四十九盏灯 四十九杯水 四十九盏花 各种的古物之 就所有世间的元素 地水火风的元素 包括法的力量 通通融入在你身上 所以他们对这些老